站在背板前大家都雙手比出俏皮可爱的猫爪 台北小巨蛋这几天星光闪闪都是为了音乐剧猫 带小朋友一起来对对对 让他们来见识一下这个作者 安芝罗伊瓜哥的一个厉害 我最期待的就是集体大合唱的部分 因为我觉得solo没有那么难 可是怎么样完美融合一个表演 其实是我更期待的 所以我每次只要猫来台湾我一定看 回回四年白老回音乐剧猫六度访台 不只吸引明星艺人朝圣 观众更是把握难得机会 在日本的话只有日文的 可是台湾可以看英文的 所以我觉得这样子是很好的机会 音乐剧虽然看的是同一个演出 可是其实你每次看的感受都会不一样 你当下沉浸在音乐的氛围里面 你的内心的感动都是不同的 所以我才会选择一看再看 从10号开始台北首演 接下来要到台中高雄台南花莲新竹 超过一个月总共36场的全台演出 打破百老会单次巡演场次纪录 在疫情中用艺术饗宴 整份人心 TVBS新闻综合报道